我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60岁安排养老 是不是太早了 说实话 我要依我以前的想法 我觉得太早了 我想着说 怎么也要70岁以后吧 心里头 觉得自己还年轻 然后完全就是离养老 好像还有很遥远的一个距离 可是我今年就是我和朋友 不是都那个买了 这个养老社区的这个产品 就从我朋友经历 最近经历的事情上 我就感觉早一点安排是很对的 从我个人的感受 自从我安排好这件事情以后 我觉得未来就变得明确了 也不觉得可怕 甚至有点小期待 因为还真是有点小期待的 具体为什么我觉得挺好 以前讲过很多次了 我就不讲了 然后我就说说我的朋友 就是自从因为我们是四月份买的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 在六月份的时候去杭州的时候 他这个先生呢就不能出来走路了 因为他的这个叫腰间盘突出很严重 走起步路就很艰难 但是还没有到坐轮椅的这么一个程度 然后这个我们去的时候 我当时就很感慨 我说你看我们去年还一起去云南 去了那么多地方 那身体觉得还很好 可是今年一下子怎么就到了这个杭州 这个养老社区以后 他就就没有办法 全程他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嘛 只有吃饭的时候他出来 不能走路 然后我我心里就觉得 你说这人变化多快呀 谁能想到几个月以后 他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回来以后 我我们两个人不就去新疆旅行了吗 等我从新疆回来 这前后二十多天嘛 我问问他 因为那个时候去杭州 我就知道他自己从网上买了一个理疗床 他要想自己在家做牵引 我心里一直觉得这个事不怎么太行啊 然后回来以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你这个这个牵引做的怎么样啊 然后他说别提了 他说我现在在医院呢 他说他住医院做手术了 呀我说不是说那个在家做牵引吗 他说那个也不行 我住两次院了 杭州回来以后还去了住了一把 就是中医治疗的那个医院 治完以后呢就更严重了 就就坐轮椅了就不能走路了 我打电话那天是刚做完手术的第二天 我说那我赶紧去看看 他还不让我去 然后他说我现在都没有心思 我说怎么了 他说哎呀他说他做完手术以后呢 就是人就神志 我忘了就是手术完以后 就人神志不清了 就是有幻觉 人就变得胡言乱语 也不认识人 医学上叫什么叫沾望啊 还叫什么 说的那些话 他说可吓人了 让我很震惊 他呢我就能感觉到 因为他的女儿呢也在国外嘛 然后就是我能感觉到他那种 就是特别的那个恐惧啊 就是没有依靠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雇了一个护工来照顾他老公 可是那个护工呢 其实他同时照顾好像好几个病人 因为他在医院里面 一会照顾照顾这个 一会照顾照顾那个 他们又不专业 又没有什么培训 所以也不洗手 最后就把他老公还给传染了 而且他老公呢 还特别反感那个人 就不让那个人碰他 所以没有办法 就他自己动手嘛 他身体也没有多好 说实话也没有经历过这样 所以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 说实话在医院里头 折腾几天就受不了了 他就觉得哈 不光是身体上的 他是觉得就是那种 不知道他能不能好 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那边还有公司 他的压力就非常大 因为他不让我去看他 他说他其实主要没有心情嘛 但是我还是过去了 过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哎呀 他说我觉得 我现在唯一让我心里有安慰的 有一点觉得有保障的 其实就是我安排好了 这个养老 他说这个养老院办得太及时了 他说如果他要一直这样的话 他说我就决定去养老院了 当时我也挺感慨 谁能想到呢 谁能想到说一下子就二十多天 他就变得就胡言乱语了 就人都不认识了 幸好呢 还行 他大概过了好像五六天六七天以后吧 一点一点的就就好了 据说是因为这个全马手术引起的哈 我还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这个腰椎手术用钉子把那两节固定在一起了嘛 然后就不需要做康复嘛 那呢还是要去找了一个就是我们养老社区的康复医院去做康复 然后是我们开车给他拉过去的哈 因为他老公啊就特别特别的依赖他 尤其生病以后哈 像一个孩子依赖母亲那种感觉啊 就是所以他把他累的不行的 因为他身体也不好 他说他就没有办法休息 因为他太依赖他了 所以他就给他老公送到那个康复医院哈 然后呢当天他就跟我们的车回来了 他跟他老公说 可是他老公就没有好好听 他老公就没听懂说他要那个离 就是那个当天他要回家 因为他要回家要去医院结算 还要他也想休息一下 然后呢再赶回去 他其实在家休息了两天 就把他老公送到那 在一个特别依赖他的情况下 就送到那儿 送到那儿以后他就回来了 所以他老公当时其实是很心理上 就是挺难接受这件事的 因为他老公不知道他要走 因为当时我在现场嘛 我觉得哎呀人一生病哈 就那种依赖别人的那种心理哈 一下子你原来多么强大哈 一下子就变得就是很脆弱 最近我们又又见面了哈 然后我再一看他老公 因为我当时就想着说哈就是他老公肯定心里头会觉得这什么地方啊 因为就把他一个人放到那儿 然后说实话那个医院因为刚开始成立的医院 那个病人又很少所以我就觉得哈应该不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可能继而会让他老公对就未来的养老都会有那或者抵触情绪啊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两天我们就又见面了嘛在一起吃饭 他老公整个人变化太大了 比我们当时因为他老公有这个叫帕金森嘛 因为我们去云南的时候他走路就有点走小步这样的哈 而且康复也才一个多月哈 他可能会就是走路也很吃力的呀 就是那种病病歪歪的啊 就是我认为是应该是那个样子 可是完全没想到 走路比以前比在云南的时候好很多 很快 然后就是那个动作什么都比之前 就是帕金森的症状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整体他老公让我就是大吃一惊 哇就很出乎我的意料哈 然后情绪状态也很好 他就跟我老公说 他说你来教教我那个电子琴哈 因为他之前哈他是喜欢乐器 喜欢吹笛子 但是自从他生病以后呢 他没有力气吹笛子 他把笛子就送给我老公了 然后他也吹那个叫什么 我老公吹的那个电吹管哈 他也不怎么吹了 那个时候与腰没有关系 就他帕金森这件事 他也是好像那个精神头也不怎么行 他也不怎么吹了 只是上他家就是大家吹 他在那看 就最近这次见面 他就很兴致勃勃的在谈论 是让我老公教他什么弹电子琴 我说为什么你要学电子琴了呢 我就很诧异哈 他说我将来要去那个养老院的时候啊 他说因为电子琴可以调小声音 你可以在自己房间弄个电子琴弹 呀我一看他这样 原来我以为他心灵是不是有打击有创伤 然后他劲是不是很不喜欢 然后我也没觉得那个康复院能有多好哈 可是没想到 这个很没想到 他说想去养老院吗 他说我有这个想法 他说我想早一点去养老院 把公司处理掉以后 他说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大 他太太比我大两岁 他比他太太大几岁 他今年是68岁了 所以说他想要去了 而且然后我一听他这么说 我才敢问他 我说那个 我说我还以为你住完了那个 那个康复医院以后 基尔就对他们的这个养老社区很反感 就不愿意去了呢 我都不敢问你 他说没有 他说挺好 他说我感觉非常好 虽然我没在养老社区里面 因为他们就是在一个院子里 吃饭是在一起的 他说我想去 他说很好 他说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说那个康复医院行吗 也没有多少人 也没有多少病人 他就给我讲了两件事 我非常细心 给他因为他不是做完手术以后就躺着吗 会容易下肢引起这种血酸 他说他在这个康复医院的时候呢 他说那个B超的医生 就来给他检查这个血酸 他说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特别仔细的看他这个两条腿 哪个地方有血酸呢 那个康复科的医生 那个医生恰巧是懂帕金森的 然后呢 现在在那个康复医院 然后给他做这个组织医生 这个医生是个博士 毕业的 大概有40多岁 一个女医生 对他真是无微不至 然后呢 就是让他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那个 因为这个帕金森再加上手术 他没有变异 所以当时就是我这个朋友在现场看 他说我就特别感动到 他说我都好像就要流眼泪的感觉 他说这件事情 他说保姆也不会给你做 就是说你夫妻都未必能 让人家那么坦然的去做 他说这个就让他非常感动 毕竟人家是一个组织医生 然后就来给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恢复的非常好 然后那个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和不一样了 就是那个帕金森的症状我觉得好了很多 你说这个60岁开始安排是不是太早 完全不是 包括从产品这个结构上来讲 也是你越早呢 他的收益越高 越晚的收益就越低 然后再加上这个人的身体 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你别看平时你也没想着养老这件事 你也不觉得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可是你一旦把它安排好了以后 而且你又很喜欢 你又觉得这件事安排得很好的时候 他会带给你一种真身的那种安定 安宁和那种 就是那种心里头那种放松吧 额外的一种心安 应该说 老年人就是这种生活当中 就是把这一块安排好了 我觉得你心里头的那种安宁安心 其实应该说是很很很值得 这个这个东西应该是五价的 这种心灵的安宁安稳 应该是五价的 然后顺便再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们其实在聊这件事情 聊到了说 未来到底真的会这个床位稀缺吗 我们60后这代人 是咱们就是人口生意高峰 很多家庭都是五六个孩子 像我们家就是五个 说现在就是在这种高端 这个养老这一块市场这一块 我是觉得 就是这个高端养老院 真不是说你这个 这个公司有实力 你有钱你就能办得很好 还真不是这样 它其实是需要整体的一套体系 就像我之前说过 这个硬件 建漂亮的这个房子 这个根本就不难交 有钱就能做到 其实最难的是 它的整个这一套的运作体系和管理模式 包括这个人员的储备 人员的这个稳定 人员的这个专业 包括这种医养结合 每一个社区里配一个康复医院 因为在北京的那个社区里 都配备了这个 他们这个康复医院里边 都可以做心血管 支架手术都可以 包括就是北京的这个 这个养老社区里 我听起来都很新鲜 他们有幼儿园 一个双语的国际幼儿园 就在他们养老院办的 为什么办这个幼儿园呢 是因为这些老人 因为北京办的最早 十几年了嘛 这个北京的这个老人 他们有需求 他们就跟这个养老院反应 养老社区反应 说能不能办个养老院呢 因为就是孙子啊 他们喜欢孙子孙女啊 然后在身边 然后那个儿子儿媳呢 又很忙 然后他们又想住到养老 早早住到养老社区 享受这个生活 可是呢又不能 又想帮着儿子儿媳妇一把 结果北京还果然就办起来了 据说是这个幼儿园 还挺挺不错 办得还很好 因为他是个国际幼儿园 还是双语 所以是有很多的 那个爷爷奶奶 就把这个这个孙子孙女啊 就送到这个幼儿园 然后他去接回来 接到自己这个家里 然后儿子儿媳呢 就一周过来团聚一下 包括说建一些 就是比如说中间一个客厅 然后边上有几个单独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房间 然后就是给这个一家 比如说兄妹几个人 想住在一个养老院里边 然后他们又想有一个小组团 也有这样的 也开始建这样的房子 就是高端养老社区里边的这个 这个头部的这样的公司 他们准备40座城市 建这个养老院 建好了以后呢 就不会再去扩张了 因为毕竟收费这么高 所以这个人群也是有限度的 所以也就是说 你这个床位是固定下来了 就现在北京上海和这个苏州 就很紧俏 苏州据说是二期 已经认购的差不多了 现在远远没有到达说 60后这波人口高峰 来开始养老 另一方面像我们这个年龄 还很年轻 活蹦跳呢 对吧 十年以后呢 七十多岁以后呢 那个时候才是人口高峰期 可是我们这个60后这一代人 说实话 人口基数大 有钱人很多 这些人到了真正养老高峰的时候 我相信啊 这个好的高端的养老院 这个应该是 不会是多么的宽松的 一个是人口高峰期 养老高峰期的到来 还有一点 人随着人的观念的转变 现在啊 还是处在一个很多人 可以说大部分人还不太接受 不太认可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是北京上海苏州都比较紧俏 包括杭州 因为不断的有人去入住 他会影响周围的这些人 所以人们对他的认识 所以我相信啊 就是在这个 真正好的 头部的这种高端养老社区 他应该未来资源是稀缺的 我现在是有这种感觉啊 这也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这个达成的一个共识啊 也不知道我们判断的对不对 但是呢我想把这件事情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大家可以听一听 就像我们的同龄人呢 至少是一个启发吧 因为毕竟很多事情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安排 可是呢我是觉得啊 我本人就不是不排斥别人的观点 我是喜欢兼听则明啊 就是听了别人的想法 别人怎么看 然后呢我会有一点启发啊 所以我就想着说 再把我就是最近的一些 我们聊天啊 这个一些的感受感想 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